马路旁穿白色T恤的女子手拿喷漆朝机车狂喷 接着绕到外面继续喷 过程中不时朝路人呛吓 车主发现时机车已经成了这副模样 机车车身和座椅布满白色的漆 连安全帽也不放过 9号中午沈先生和同事到冯甲西安街吃午餐 把车停在这家越南小吃店门口 没想到吃完饭时被眼前画面吓傻了 最严重的那两台呢 就是整台车都被喷的全部都是漆 我们有吓到也觉得无望之灾 然后可是也觉得他蛮恐怖 他在他门口放了一把菜刀 店门口供三辆机车遭喷漆 安全帽被盗满余露 其中沈先生和同事光是维修费 加起来就要一万五千多块 当下立刻报案 离谱的是被害人还不止他们 近两个月就有五辆机车被喷漆 连警方的车也遭受波及 邻居更抱怨老板娘常大声播放音乐 影响到其他店家 我店里面放音乐哦 我要听到她的福青生了 很大声 超大声 想在调阅相关毁损的画面 那车子同样停放在这一个店家的前面 涉嫌人以白漆来喷漆在我们增房车 警方指出日前已经受理报案 也将女子带回警局制作笔录 但民众只是把车停在店家门口 被疯狂喷漆 还得花钱维修直呼真的好倒霉 记者王一超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他拥会不会在这一 Caroline上台上出了 有优优的路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